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呢 剛剛的部分呢 我也順便把其他像汽車的 總共的比數的話呢 只有489比 其實出乎意料的低啦 那機車我想說 前台北市機車這麼多 那失竊的機率應該很高吧 坎壽向下 507比 這數字是真的嗎 還是真的資料有這麼好嗎 ok 另外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統計一下 比如說呢 歷年的那個108 他這個資料應該是107才統計 只有3年 3年500多也算蠻少的 那你假設啦 你希望說 歷年來 到底 他這個私下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的話 怎麼做 比如說像汽車好了 汽車切到按鍵喔 這邊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我怎麼知道 OK 那首先的話呢 歷年喔 歷年的話會有個問題說 我現在呢 只有一個欄位 是日期 但是我沒有那個年的怎麼辦呢 所以你這邊必須什麼 假設你要統計歷年的話 你這邊變成多一個欄位叫年 也就以後你要做報表的話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你要把它變出來 然後呢 他這裡面 顯示的話是104 104的話 我是建議最好是用西元年 比較沒問題 因為有些版本 他如果沒有繁體中文的話 他可能那個那裡面 民國年就顯示不出來了 所以而且喔 你會看他的格式有點問題 他這個格式喔 他是用文字 他不是用日期喔 OK所以你會看這個地方他是把它當 跟這樣 他是把它當數字 為什麼知道是數字 因為他一定是靠右對齊 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他靠左對齊的話 在這邊靠左 他這個文字 目前他把它當數字 那怎麼辦喔 如果我今天要 只取年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取前四個字就好了 所以插入函數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用文字這個文字類的函數 那你可以 取前 前三個字 Lapt 那因為他數字丟過來 他會自動幫你轉成文字 你會發現點下去喔 他自動變 本來是一個數字 沒有前後雙一號 但是因為Lapt 他需要的是Taste 所以他自動幫你轉換成文字 然後我只要前三個字 104 按確定 你會發現 為什麼知道是文字 看得出來嗎 靠左對齊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靠左對齊喔 那如果 特別知道這個 這個地方也是個細節喔 我發現很多人沒有這個觀念喔 那文字跟數字有什麼差別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比大小 你就 不能夠用文字喔 OK所以以後比如說我想要找哪個Range 哪個區間的資料 那你一定要怎麼樣 再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 數字 如果你不轉換的話 有的時候會出錯 怎麼樣轉換 特別注意喔 外面包什麼 怎麼樣把 文字轉數字 知道這個函數嗎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就有了 文字裡面喔 文字轉數字最下面這個 將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 叫Value 那意思是說我可以在外面包一個Value 前刮虎 然後後刮虎 打個勾之後的話喔 你可以觀察一下有哪些變化 有沒有發現哪個地方有改變 對齊方式 有沒有發現 他就會 靠右對齊了 OK雖然這沒什麼啦 但是都是細節喔 真的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做出來結果 跟你不一樣 你的資料有問題啊 你的資料是文字 你怎麼怎麼怎麼去做計算 當然結果一定是錯誤的啊 OK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 向下填滿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統計歷年的那個 到底汽車切斷按鍵有成長還是衰退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看呢 其實很簡單 插入 樞紐分析表 按確定有沒有 然後呢 把年怎麼樣 放到列 再把年呢 放到值 不過呢 你會發現 哇這這個數字怎麼那麼大 跟各位講一下喔 如果你年裡面放的是數字的話 他就會自動預設是加總 有沒有發現這個是加總 但是如果你只是希望說算幾個的話 那你就怎樣 把它改一下 點一下旁邊這邊 改成值的欄位設定 然後改成什麼 項目個數就好 因為我要算 104年有幾個 而不是 把104年 當成一個數字來加啦 OK應該可以懂那意思吧 按個確定 好 看得出來 哇 柯P 果然很厲害 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們用什麼 這個應該歷年變更的話 那如果要畫個圖要怎麼畫 畫圖的話 其實用樞紐分析圖 最好的方式一般用折線圖啦 如果你要節點的話 你可以有個節點的折線圖 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看出來 有沒有 以趨勢來看 哇 這是 剛才是數字 我不知道背面背後的 到底有沒有可能有什麼 隱藏的這個 可是以帳面上的數字來看 台北市 是 有在進步的 OK 這點是值得肯定的啦 如果他沒有做一些 隱瞞的話 看得出應該 是很OK的 請各位試試看喔 如果你今天要分析 我主要是目的是希望說 其實從 Data 這個Data 是raw data raw data 就是說 他可能只是 如果對一般來說 你要能夠掏出你要的 這個 從資料裡面看出一些 端倪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 可以用 最簡單的方法 而且最快速 花不了什麼力氣 而且不需要說要寫什麼程式 其實主要就是 一定要學會什麼 使用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但是呢 如果你在使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恐怕你還是需要什麼 需要我剛剛那個資料在 在這裡 汽車這裡 一定還是要先 增加一個 所謂的那個什麼 104年到100 105年這個 OK 當然如果你 假設啦 你還希望呢 增加一個月 月份的話 你可以講再月 月的話呢 也許就是 104年的 1月104年的 2月等等 也可以把它切出來 你可以看出 這個每一個 時間點的這個變化 還可以更細 每一個月份 拿來分析 到底哪一個月份 失竊的 案件會是最多的 有沒有 就像說我自己 也會 把那個我們家 自己家裡的那個 電費 水費就不用 因為水費太便宜 還有瓦斯費 我也會畫這種 折線圖 然後呢 真的去分析它 結果我發現 我們家的今年電費 夏季用電 哇整個完完全全 就從去年我記得大概八月份的收到賬 去年大概三千多塊吧 今年一收到賬 結果怎麼這麼便宜 一千四百多塊 十月份我想說去年也三千多塊 今年一千六百多塊 怎麼會差這麼多 可是可以從圖上面可以看出 我那個 那主要當然 有一些細節 可以 如果可以省 當然可以省下 其實我覺得省最大 真的就是換變平冷氣 OK 真的家裡如果有那個什麼 定平的有沒有 或是窗型 沒有 變平的 其實真的可以把它換掉 真的差太多了 第一個 舒適度啦 因為變平它會自動調整 而且它沒有什麼聲音 第二個 真的 浩天亮亮我覺得很 很shock 而且基本上 你說老師那你是不是都沒有開冷氣 在座有沒有開 吹電風扇叫 沒有 一定 我幾乎 只要在一家我都開冷氣 但我設定我不會設定太高 大概是設定二十七度 左右 那一定會配合電風扇 而且電風扇 我還不是買傳統的電風扇 要買那種 DC的 我發現DC的 DC的就是那種直流式的電風扇 真的也是省電 如果你每天二十小時都開著的話 那一定要買 因為我覺得會回本 那個 主要不是那個 電費的節省 我覺得那個舒適度 因為它有遙控器 第二個 它聲音比較小 而且它可以調得很 很微弱 它慢慢轉 那個 聲音非常小 而且非常舒服 配合冷氣 感覺又舒適 然後又節能 然後算下來的話 其實基本上 可以 卡額掉 前面的花費 可能你要做一點投資 但後面我覺得回本 還有啦 感覺 這個舒適度就比較好一些些 OK 所以這邊可以給各位參考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你要做那個黏的部分 那這邊我有延伸 講一下 要增加一個藍位 畫面再 還給各位試試看 咱們 先來看 咱們 要是 好 咱們 咱們 咱們